大家好,关注逍遥记,当你感受逍遥世界,感谢观看本视频。 他跟蓝旺鸡说,蓝湛,你的信字太直了,你要学会撒娇。蓝旺鸡也觉得自己太过强硬,认真请教他道,请问我该如何撒娇? 很简单,先从说话方式开始,说话的时候要多用叠音词,比如亮晶晶,甜蜜蜜,毛茸茸,甜甜,笑笑,线线。 魏无线神采飞扬道,把笛子在手中转得飞快。 你说一句来听听,先从线线,甜甜开始。 蓝旺鸡 虽说小蓝田的乳名甜甜是他取的,他本人却没怎么叫,只叫了一两回,就恢复了甜二的叫法。 线线他也就叫过一次,还是强忍着浑身的鸡皮疙瘩叫的。 这种软糯的说话方式实在不适合他,让他长久这么叫人,就跟让魏无线遵守家规一样艰难。 而那些迭音的形容词,他更是从来没有说过。 魏无线磨了他半天,见他实在张不开口,只好换一种方式。 你若叫不出来,那就说点别的,你可以说宝贝心肝这样的词。 甜甜和笑笑是你的宝贝,我是你的大宝贝。 来,你叫我一句,魏英,我的大宝贝,来听听。 魏无线一屁股坐下,翘起二郎腿,游宰道。 蓝忘机 这也说不出口,魏无线强忍着笑。 那你说说,我是不是你的宝贝。 蓝忘机道 是 那碧城是不是你的宝贝? 是 那些金银珠宝夜明珠什么的,是不是很稀罕的宝贝? 是 那你说出这两个字 魏无线拿起蓝忘机的壁城,在地上写了宝贝两个字。 宝贝 蓝忘机道 魏无线展颜一笑,收起壁城靠近他。 那你说 魏英,我的大宝贝,我的心肝,来听听。 蓝忘机没脚抽动。 哈哈哈哈 魏无线捧腹大笑 蓝展,你这个人呀。 虽然蓝忘机学不会用语言撒娇,但是他有别的撒娇方式,魏无线很快就发现了。 那一时,两人在近视里对着,一杯倒的蓝忘机在醉酒中拉起魏无线,风一样的跑下山,来到一个花店前。 此时是冬天,花店却摆满了各个季节的花。 老板娘说,这些花是种在温室大盆里的,不受季节影响。 蓝忘机挑了几束玫瑰,百合,康乃星,蓝色妖姬等五颜六色的花,举到魏无线面前。 魏无线笑道 你要送我花吗? 蓝忘机点点头 喜欢吗? 魏无线摸着下巴道 怎么说呢?不喜欢,也不讨厌。大男人要花做什么,花又不能练符咒。 蓝忘机不高兴地把巴逛回去,神色相当不悦,活像一个渴望表扬,却没有得到表扬的孩子。 很久没有见过蓝忘机这副委屈了,魏无线爱到骨子里,恨不得在他脸上啃几口才好。 连忙抓住他的手,把花抢了过来。 笑道 不过呢,韩光君送的花我就会喜欢,别人的花我都不要,我只要韩光君的。 韩光君的花就跟韩光君的人一样,让人爱不释手。 爱到海枯时烂,爱到天荒地老,爱到浑身颤抖,爱到双腿都动不了。 嗯,蓝忘机对这个答案很满意,轻轻一笑,这一抹笑仿佛把整个花点都点亮了,转身又抱了一束娇艳无比的花,递到魏无线面前。 给你,都给你。 蓝忘机的动作带着说不出来的孩子气。 当然,这孩子气只有魏无线能看得出来。 旁人只觉得,这个白衣公子送花的动作简直高贵极了。 好,好,我都要了。 魏无线无奈地接过来,从蓝忘机怀里掏出钱贷结账。 天黑了,咱们回家吧。 据始至终,老板娘目瞪口呆,直到两人抱着花走远了,才反应过来。 这,这是小两口吗? 看到蓝忘机和魏无线一人抱着一大束花回来,蓝家小辈们的表情一言难尽。 偏偏蓝忘机又是一副面无表情,端正无比的模样,谁也不敢多话。 直到二人走远了,小辈们才窃窃私语,这是韩光君送给魏前辈的花吗? 把花插在花瓶里,镜尸里满是芬芳。 蓝忘机目光灼灼看着他白弄花,不只看,还跟。 他走到哪儿,就跟到哪儿。 果然有花就有生机。 魏无线满意地拍拍手,一转身,就撞到了跟在自己屁股后面的蓝忘机。 蓝湛,你醉了,还没休息呢,你去睡一会儿吧。 魏无线笑颖颖拉起他。 蓝忘机摇摇头甩开了他的手,有些委屈地看着他,眼睛清亮又火热。 魏无线心念一动道,你要我跟你一起休息呢? 蓝忘机点点头。 魏无线笑喷了,这么多年过去,蓝湛还是没有变,想要什么,嘴上不说,行动上却穷追不舍。 来吧,蓝湛我的大宝贝。 魏无线像老母亲伺候儿子衣食起居一般,笑盈盈地结下他的墨额与法官,脱取他的外衣,把人往榻上送。 他则合一躺在外侧,撑着胳膊看着蓝忘机,摸着他的头发。 魏无线突发奇想,如果他能学会一首童谣就好了,唱给蓝湛听,哄他睡觉,想想都很美好。 蓝忘机似乎依旧不满足,侧头看了他一会儿,翻身坐起,伸手去解魏无线的腰带。 魏无线惊呼,蓝湛。 蓝忘机亮若星辰的眼睛看着他,那灼热的目光看得魏无线心头一软。 好,好,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 说完这句话没多久,魏无线就后悔了。 但他悠悠行转,已是自食。 蓝忘机很安详地睡着了,一张俊脸美若仙童。 魏无线笑了笑,抬起手,摸着蓝忘机的头发。 他心想,蓝湛不是不会撒娇,他只是不像自己那样撒娇而已。 蓝湛撒起娇来,是个十足的小男孩,直接,简单,脑筋不转弯的。 第二天醒来,蓝忘机已不记得昨日之事。 看了看窗台的花,又看了看魏无线的脸,嘴唇动了动,乐乐地问, 我昨天做了什么? 你什么也没有做。 魏无线有气无力道,就是向我撒娇了而已。 蓝忘机脸色一僵,撒娇? 对,你非要送我花,还非要我奖励你。 不信你看,魏无线拉开中衣,身上满是触目惊心的红痕。 蓝忘机惊呆了,魏无线拉起衣服,哀怜又忧远。 韩光君,让你说一句,为赢我的大宝贝,你不肯说。 占人便宜的时候倒是很自觉,你这个人太爱坏了,简直坏透了。 蓝忘机连忙搂住他,我没有。 那就说一句,为赢我的大宝贝来听听。 蓝忘机,魏无线笑趴了。